哈囉大家好,我是保全大叔小禮 今天特別開箱呢,這個全家賣的草莓珠寶盒 這樣一份珠寶盒呢,它是賣159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的草莓 下面有這個蛋糕啦,鮮奶油啦 中間這個不知道是草莓醬還是草莓凍齁 上面有有鮮奶油 這樣子看起來不錯,趕快打開來吃吃看 打開來給大家看,哇上面八顆草莓齁 我不確定是半顆還是整顆,等一下吃了才知道 看起來就是擺的很漂亮,旁邊鮮奶油 剛剛也看到這個下面有很多這個蛋糕 這個看起來這麼漂亮有點不忍心下手 這個我剛剛看了一下齁 它這個其實裡面放的都是半顆半顆的 所以這樣八個應該是合起來就是四顆草莓 先把它挖起來 我先吃上面這個草莓跟奶油的部分齁 那下面這個東西看起來應該是草莓醬 應該是草莓醬 所以草莓、鮮奶油、蛋糕、草莓醬 那這個下面又有鮮奶油跟蛋糕 所以總共大概蛋糕就有兩層 鮮奶油上下也是兩層 好,試看看 你看 它這個下面的酸味主要來自於下面這個草莓醬的部分 那上面的這個草莓的話呢 其實它比較偏甜,沒有那麼酸 其實沒有那麼酸 蛋糕本體呢 說實話,蛋糕本體是比較沒那麼鬆軟 我覺得它這個蛋糕可以再加油一點 來,再給大家看一下齁 兩層蛋糕中間這個草莓醬、鮮奶油 上面也是鮮奶油跟草莓 上面的草莓是真的還蠻新鮮的 這份草莓珠寶盒呢 其實說實在的話 我覺得整體來講是有點過甜 真的是有點過甜 那喜歡吃甜的朋友的話呢 這一份我是蠻推薦的 那我覺得它的缺點就是說 因為它的蛋糕有點像蜂蜜蛋糕 蜂蜜或是蜜血之類的蛋糕 所以它蛋糕本身就很甜 反而是它的草莓在補償那個過甜的部分 所以每一口吃的時候我是建議說 加點草莓這樣吃起來 反而會有清爽的感覺 可是如果沒有吃到草莓的部分的話呢 光是吃它的蛋糕下面的草莓醬、鮮奶油的話 哇,還真的蠻甜的 OK,這個當作點心還不錯 但自己一個人吃可能有點過多 因為它的蛋糕體的部分還蠻多的 所以這個可能要分個兩天吃之類 或是跟大家一起合吃 好,這一份159 其實我個人沒什麼 沒那麼推薦 沒那麼推薦 對,我原本的想像是說 多一點草莓味、多一點酸味 對,但是真的太甜了 真的太甜了 好,開箱到這裡囉 給大家參考一下囉 草莓豬寶盒 掰掰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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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